我們人生活形態在改變 對十歲到四十多歲 都有可能會生這個條字 配付科醫生也說 這生條字不奇怪 最重要就是不可以亂解決 去找醫生處理最好 今年三十四歲的所剩是 真有主信站在台中 參主席人工位 但是所剩是以前 也因為麻煩條字真沒主信 在電腦門店做工作的時候 顧給人記事 臺灣條字跟玫瑰班 學費標示 過去的觀念一位 青少年才夠發條字 但是現代人做事 生活形態也改變 發條字的年兩站也變化 從以前大概十三四歲 提前到現在大概十歲左右 就開始會發生 到了二三十歲 甚至到更年期之前 都還是可能會長痘痘 皮膚科醫師標示 治療條字 重點是要兩早接受治療 而且聊天需要一定的時間 悲慌要有耐心 也是重點 而且不可以相信 敏感偏向 其實各式各樣的偏方都有 擦牙膏之外 還有各式各樣的中草藥 中草藥 然後有些是比較刺激性的精油 很多粉刺 它是在很深層的地方 那你擦他液酸 可以加速它代謝出來的時間 可是一定要有耐心 有時候甚至要一個月 或兩個月之後 醫師標示 素用偏方 醫師標示 治療條件需要按照 個人的狀況 設計治療方法 如今來看醫生 治療效果就如何 記者公佈提供水 台北部都